所謂的代償性出汗 是過去手汗症交感神經節手術所造成的 如果對於手術不清楚 医師呼籲民眾要多詢問手術的相關細節 常常在講的這種代償性的出汗 其實指的是以前的一個手術 叫做手汗症交感神經 因為有人手汗很嚴重 他必須要利用手術的方式 讓他的流汗能夠減少 那時候的治療方式是在交感神經節 我們背部交感神經節一段把他去除掉 把他燒酌掉 那一段剛好是控制手部的流汗 然後可以讓他手部比較不會流汗 可是後來發現很多這類的個案 他的背部、腋下、其他部位都開始大量的出汗 這個就是所謂的代償性出汗 造成代償性出汗的這個手術 目前來講的話在國際上已經被廢止了 這個手術現在我們已經不再做這樣的手術 那至於說為什麼我們在講這個糊臭 或講我們腋下的多汗的這種治療 不會有這種代償性發生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處理的是他的中端的器官 在處理中端組織跟手汗症的時候 處理的是比較上游的組織是不一樣的 處理越上游的組織 比較容易產生的就是代償性 那處理末端的組織 我們就已經把它減少 就只是單純把這邊的組織減少 我們是沒有遇到因為這樣子 會產生代償性出汗的一些問題 代償性出汗的這一種 其實都專門都在指 以前手汗症手術之後的 所產生的這些問題 目前這個所造成的問題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方法可以解決 不過還好目前這個手術已經被廢止了 那跟我們現在所講的這種 腋下的除汗手術 或是除汗的治療 或者是糊臭的手術這一種 它是沒有關係 這兩個是沒有不相關的東西 那這個的話 是因為我們常常有時候在一些網路上面 或者是一些傳言上面 常常都會有一些就會搞錯 所以在這邊我們再把它澄清一次